黃金火柴 日本的靶櫻 手機 我們用50克的熱水沖進去 麵粉之後用筷子攪拌 等它稍微涼一點的時候 把香菌醬跟一點點的白胡椒 跟鹽巴都拌在一起 等它稍微涼的時候呢 我們就把它搓成麵團 那搓成麵團之後 我們再用擀麵棍 把它擀成像蔥油餅一樣薄薄的 主要是我們要再用那個平底鍋去烘它 差不多十分鐘 它就可以有金黃色的感覺了 我們把蔬菜洗乾淨切好 素沙茶跟豆瓣醬爆香 爆香之後呢 先把胡蘿蔔下去炒一下 因為胡蘿蔔比較不容易熟 拌炒之後再把大陸妹放進去 覺得它有清脆的口感之後 你就先把菜盛起來 鍋子呢 再放一點點的水 把餅皮倒進去 再上鍋蓋 讓它燜軟 燜軟之後呢 我們再把菜跟麵 和在一起拌均勻 這樣我們就可以盛盤出來 這樣就完成了 在我們的菜市場 我們可以盛壞得更多 從我們來就完成了 我們就有車了 我們就做了 我們就做了